即时新闻综合报道,联合国安理会官员对美国有线电视CNN套路,北韩一直以来都暗地提供叙利亚当局化学武器原料作为回报,叙利亚同时也对北韩输出核武与支撑导弹气化的资金。 综合外媒报道,不愿聚名的安理会官员引述联合国调查小组将于3月16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指出,北韩对叙利亚输出抗酸磁砖、阀门与温度计化武原料运送给叙利亚后,并在2016年2017年派遣导弹专家前去叙利亚取经,目前恐怕还有北韩的科学家待在叙利亚。 报告还提到,2012年至2017年期间,北韩至少向叙利亚运送至少40样能用于军事民用被禁用的弹道导弹零件。 报告中甚至指出,北韩在去年透过出口煤炭和其他违禁品获得约新台币58亿元的收益向北韩购买煤炭的国家有中国和俄罗斯,但俄国失口否认。 不具名的安理会官员表示,联合国每年二度对北韩进行调查,但通常不会发布调查结果。 但这次除外,联合国发言人史蒂芬·杜瑞克对此表示,不清楚这份报告具体的发布时程,但关于报告内容,史蒂芬则认为所有成员国都有责任和义务遵守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